HELLO 大家好,我是懒人,又想变美的BUBU 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8-9月份购买的哪些单品 我是如何搭配他们的,并且在购买他们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还有一些小技巧 除了最后的单品,我是原价买回来的 其他都是我发现购物车里观望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有活动我才入手的 这方法特别好,就是可以控制我们冲动消费 因为有时候你再回去看购物车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这单品没有之前那么喜欢 或者是你发现这个价位其实并不值得买这个单品 你愿意再等等等它减价的时候 除非说你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这版型这个款式是你找了很久的 你也知道它很快就会收out 或者是你知道它不可能减价 那你就可以果断的入手了 我平时自己会买一些平价 也会买一些贵价的东西 主要就是看什么单品 比如像外套西装鞋子这些 我就会选择质量好的 可以穿很久的 那如果像那些流行单品啊 内搭这些我就更愿意选择平价的 我认为理性消费合理的安排自己的 budget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会先展示一下如何搭配这些单品的 然后再一一介绍每个单品 那么废话不足说开始吧 这就是我第一套那这一件其实不是新品来的 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在Zara家买一个横格的sweatshirt 那我拿它就是想和这个牛仔衬衫做一个搭配 添加一些层次感 这件牛仔衬衫就是我在Banana Republic购入的 原价是58块多 我买的时候40块7毛8 因为那天让它有labor day的活动 再加上新人code 所以就剪了还蛮多的 那先说一下这件牛仔衬衫是我看了很久的 因为我之前看的是一个cos家的一款牛仔衬衫 但它的价位在100多块 我就觉得嗯太贵了 因为我觉得牛仔衬衫并不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在衬衫类里面特别喜欢的一款 但是我又觉得衣橱棉必须要有一个牛仔衬衫 因为它真的非常好搭配 所以我就一直在观望在看有没有其他价位合适的 它是100%的棉穿起来很舒服 然后呢颜色版型也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果断买了它了 这件单品呢 我不仅就是会配黑裙子 我也会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黑色阔腿裤啊 或者是外面皮革脚背心啊都非常的好看 在寇时加买的一条就是A字版型的白折裙 那这条裙子要注意的就是它还蛮有重量的 所以在搭配它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上衣和鞋子 就尽量轻薄没有重量感的单品 因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做到一个平衡 穿搭其实需要平衡的 比如说那个单品有种重量感 那其他就尽量选择轻盈一点 那如果有个单品它很复杂了 那其他单品就选择简单一点 如果这条裙子我就上一穿一个比较厚重的毛衣 下面配个靴子 穿起来又不舒服 视觉上看过去又很笨重 这样我们在搭配上做到一个平衡 其实一般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那这一身搭配里面呢 还有第三个新的单品就是 这是TOS加的乐福鞋 是我唯一一个原价购路的单品 怎么说呢就是我第一眼是在肖战的海报上看到的 然后呢我就哎好好看 然后再加上是肖战代言的 所以我就去多看了一眼 然后了解了一下 平价都说这种鞋子就特别舒服 然后我就开始纠结 我到底是要买这种就是平底的 或者是这种厚底的 我就纠结到底要买哪一款 那这种平底的就更知性温柔女性化一点 那像这种厚底板的乐福鞋呢 它本身看上去就比较有朝气活泼可爱一点 然后考虑到两点 第一个就是因为平底鞋它的实用性 它其实比后跟来讲是更高一点 穿起来会舒服没有重量感 那这个厚底板它多少都会有一点点重的 所以使用率肯定就是没有这种平底来的高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在选择风格上嘛 我就会更加倾向于这种女性化一点点的 因为我自己的服饰就蛮多就是很可爱的 我就希望可爱当中带一点女人味的风格 所以说我就果断买了它 而且我当时还担心它就跟我的衣服不太好搭配 就感觉会不会太熟女了 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想多 它真的是太好配了 有追踪我Instagram的姐妹应该都知道搭配率有多高 我5个视频里面大概有3个里面都有它的影子 它真的太好搭配 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果然就跟着肖战买不会错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套 好那这就是我的second look 那先说一下这件衬衫呢 我是在Wconcept MOIA这个牌子买的 那这件衬衫其实我关了很久了 应该有小半年了 因为这件衬衫它从来不打折 而且我也是在另外一个博主那边种草的 它原价是188 但是我觉得衬衫188稍微有一丢丢贵 所以我一直在等它减价 但是很多次就是Wconcept有做活动的时候 它都不在减价的范围之内 所以一直在等 然后这一次labor day它终于有做活动了 就果断买下来了 就好开心 终于等到你减价了 而且还有马号 我买到首饰169块 它是100%的棉 然后它是硬挺的材质 所以很有版型 它有两种扣扣子的方法 看一下 就是第一种就正常的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扣下来就对了 第二种就是它里面加了一个小扣子 就可以扣子 我就可以把最下面的扣在这里 然后呢 再滑过来 它这地方有个扣子 然后就把下面的最下面的扣在它这里 那这就是它第二种的扣法 好好看 因为这些衣服是我之前在一个博主那边种草 像我之前就不会去Wconcept上面买衣服 因为我觉得它的衣服特别贵 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有些技巧的 就是Wconcept 你一定要等它减价的时候去买 因为它还蛮经常做活动的 而且你在买之前一定要去它那个牌子的官网看一下 对比一下价钱 如果说Wconcept里面的价钱和它的官网的价钱差不多的话 如果Wconcept它做活动 那它的价钱就比官网便宜 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官网的价钱更便宜 Wconcept贵的离谱 那这时候你就要理智的告诉自己这件单品不值得入 因为它价位太高了 但是不是每个活动它的打折的力度都特别大的 有些活动它真的就是很没有诚意 就一般便宜一个四五块钱 一般这种力度的打折我都不会买的 我觉得力度特别大的一次活动就是 example sell 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条裤子 就是在Wconcept买的low classic 原价是365块钱 我买的时候是183块钱 所以它的打折力度是相当大的 这条西裤是75%的羊毛比较保暖 所以说它秋冬穿完全没有问题 像我衣橱里那些西裤它其实都偏薄的 那在Wconcept家买东西 一定要记得写review就是评论 因为你写review加照片的话 它会反给你1000个point 相当于就是10块钱 那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笔数字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套 好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搭配 衬衫配牛仔裤 那我下面配的就是刚买的那一双 套子家的乐福鞋 穿上去后就有一点点的复古分 那我在Instagram上呢我还搭配了一个帽子 这样就有一点点韩系的风格 那说下这件衬衫呢我是在Frankie Shop买的 Frankie Shop这个牌子是个性价比高 同时又可以让我们拥有平价奢华的基础款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他们家的款式 那这件衣服我是在这个平台上买的 我觉得这平台会偏贵一点 这平台定价是190块钱 还比官网贵1块钱 那我入手的时候打折然后是171块钱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他加了shipping跟package 10块钱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其实也就便宜了8块钱 这个平台呢我可能下次还会注意 因为感觉他们都会算shipping跟package 那像这些我经常会去逛的奢侈品零售平台呢 我都会去对比一下价钱 有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哦 有些单品在某个平台会特别便宜 那有些单品在某个平台会特别贵 如果说你单单只依赖一个平台 你有时候就会买到比较贵的衣服 那有些单品他还比官网贵 所以说最好先在官网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价钱 然后在各个平台互相对比一下 看一下哪一个价位会比较低一点 我还蛮喜欢去对比价位的 有时候会惊奇的发现哦 他们今天差的价钱不是说几块钱这样子 有时候会是二三十块之间的差别 不是个小数目 wconcept example sell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你要自己去逃页页的去看 因为他不会把你分类 他不会说根据品牌分类 或者根据种类分类这样子 反正你就自己要看 你慢慢看真的还能逃到一些蛮好的价钱的 这条裤子原价是120块钱 我买的时候45块钱 这条裤子板型就是我超级爱的 这颜色 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套 最后这个look重点在这个靴子上面 然后上衣我配的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件Wconcept买的衬衫 那黑白搭配就是经典色 就是绝对没问题 简单酷酷的look 那我们说下这个靴子 我是在Wconcept sample sell的时候买的 它原价是280 然后我入手的时候是149块钱 然后是全皮革制的 质量是不错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小腿塞不下它 就是有点紧 那看视频其实你们可以看出我小腿已经是塞满的状态了 靴子一定要里面有点空间才能会显腿细 再加上它这双鞋它是偏小码 我觉得我平时穿的是6.5码 但穿到它这一双呢 我不能穿厚的袜子 像我的小腿的尾度是34.4 所以姐妹跟我差不多33以上的 就不要考虑录这双鞋子 因为我们的脚真的塞不进去 如果你们有没什么比较好的靴子的推荐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就小腿比较细的姐妹们就可以录它这一款 因为它的版型还有质量都很不错 这双靴子因为它是sample sell 所以我不可以return 所以我只能把这双鞋子便宜我姐了 那这么多个单品你们最喜欢是哪一个单品呢 或者是你们最喜欢哪一个look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 喜欢我视频的小姐妹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收藏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